刀子收了 妈妈 我来看您了 还记得吗 五十七年前 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安家 是您陪着我 脸贴着地图 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 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 这么一个小点点 您叹了口气说 孩子啊 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我说 我年轻 我还有一把小提琴 没想到的是 为了我 为了帮我带小孩 还是把您拖到了安家 最后 受累吃苦的 是妈妈您哪 您哪里走得怪相见的田哥 我总记得 每一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 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天间小道 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 七十岁了 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 太难为您了 我从来没有问过您 有什么难逐 我总以为 会有时间的 会有时间的 等我闲一点 一定 好好地陪陪您 哪想到 哪想到 直到您走的时候 我还在长沙 忙着开会 那天 正好是中秋节 全国的同行都来了 搞杂交水道 不容易啊 我又是召集人 怎么着 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 只是儿子 永远亏欠妈妈您了 其实我知道 那个时候 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 我总盼望着妈妈 您能多成两天 哪怕 就两天 谁知道 即便天不亮 叫我安江赶 可我还是 没能见到妈妈 您最后一面 太晚了 一切 都太晚了 我真的 好后悔 妈妈 当时您一定 等我很久 判了我很长 您一定 有很多话 要对我说 有很多事 要交代 可 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 我 这么多年 为什么 我就不能 烧下一次甜 少做一次誓言 少出一天柴 坐下来 静静的 好好陪陪 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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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之意 有谁 不生爱着 自己的母亲 有谁 不想侍奉 年迈的爹 我说男儿心如铁 自顾忠孝 两难全 在忠孝之间 袁隆平 选择了忠诚 在家国之间 袁隆平选择了国家 1930年9月 袁隆平出生于北平 协和医院 七年后 抗战爆发 幼年的袁隆平 亲眼目睹 国土沦陷 恶票遍野 名不了声 自想 他便明白了一个道理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 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袁隆平 地质浓丧 富不金卷 在灾黄连年的天灾前 他心急如焚 便寻两种 在十年动乱的彷徨中 他忍辱负重 以身护苗 1974年 袁隆平科研小组 培育的第一个 强优式高产杂交道 破土而出 从1976年到2018年 国国杂交水道 累计推广面积 85亿亩 增产稻谷 8.5亿吨 每年应种植杂交水道 而增产了粮食 可以多养活八千万人口 为中国人 牢牢端起自己的饭碗 做出了突出贡献 妈妈 您知道吗 每当我取得科研成果 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 取过一座又一座的奖杯 我总是对人说 这辈子 对我影响最深的人 是妈妈 您啊 无法想象 没有您的英语启蒙 在一片闭塞中 我怎么能够用英语 去阅读世界上 最先进的科学文献 用超越那个时代的事业 去寻访遗传学大师 孟德尔和摩尔根 也无法想象 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 从北平到汉口 从桃园到重庆 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 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 获得在大江大河中 自由翱翔的胆识 更无法想象 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 跟我讲迷彩 讲这位昂扬着 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责任 我怎么能够 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 必然有一粒种子 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机会 大家都说 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 但我知道 这粒种子是妈妈您 在我年幼时种下的 1994年 面对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 莱斯特布朗发出的 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结问 袁隆平决然不顾 年以花甲 率领团队启动超级水稻项目 向农业科技的世界巅峰 发起了又一次 荡气回肠的冲锋 1995年以来 我国杂交水稻 从每公顷8.5吨 到超过10吨 12吨 15吨 去年 云南各旧和河北邯郸 白母片侧产已超过每公顷 17吨 创大面积 种植水稻的世界新纪录 放眼望去 悉心培育的杂交水稻 宿立于田野之上 如同仪仗队一般 整齐 挺拔 威武 雄壮 全世界 现有水稻 种植面积 1.6亿公顷 如果一半 用于生产杂交水稻 按每公顷 增产两吨来估算 可以增产 1.6亿吨稻谷 可以多养活 四五亿人口 这 就是袁隆平 要让杂交水稻 覆盖全球的 惊天大梦 西方国家称 杂交水稻 是东方魔道 国际上 甚至把杂交水稻 当作中国 即四大发明后的 第五大发明 誉为第二次 绿色革命 如今 在亚洲 在非洲 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四十多个国家 杂交水稻 迎风飞扬 四海 欢颜 有人问袁隆平 您成功的秘诀 是什么 他淡淡一笑说 其实 谈不上什么秘诀 我的体会是 知识 汗水 灵感 机遇 这八个字 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研究 杂交水稻的科学家 暗头常放的 是实践论 矛盾论 矛盾 是事物发展的 根本动力 杂交水稻的 基本方法论 就是由此 得来的 高深的哲学 与古老的土地 就这样神奇 完美的碰撞融合 开花结果 袁隆平 穷尽毕生之力 只为找寻 一力改变世界的种子 怀崛起之志 忠诚 民之离杖 国之栋梁 他是仁者 是智者 更是勇者 以压实粮仓的 恢弘之举 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 风骨 2013年4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全国老摩代表时 曾对袁隆平说 你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一项造福祖国人民 造福世界的一项事业 刀子熟了 妈妈 您看到了吗 如今安江可好 那里的田梗 是不是还留着 熟悉的欢笑 隔着21年的时光 我依稀看见 小孙孙牵着您的手 走过稻草 我还要告诉您 稻草在场上堆积成朵 骨子在阳光中 逼波奏响 水天在西晒下 翻出橙黄的颜色 这都是儿子 要跟您说的话 说不完的话呀 是啊 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灰 1999年 一颗国际编号为8117的行星 被正式命名为圆龙平星 自此 一颗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行星 将永远 熬翔在浩瀚苍穹 世界粮食奖 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恩 在发给元老九十大寿的课词中说 2004年 怀着无上的敬意与自豪 我们授予您世界粮食奖 已是对杂交水稻之父 所取得的成就的赞誉 从那年至今 已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来 您仍滋滋不倦地 在水稻研究领域 取得突破创新 造福人类 祖国也没有忘记元龙平 元龙平院士 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次颁授的 国家最高荣誉奖项 共和国勋章 兴逢新中国七十华诞 元老豪情满怀 感慨万千地说 我永远热爱共产党 我永远 崇拜共产党 当你有信聆听元老坎坎而谈 你会发现 他的眼神 总是如此的执着 而坚定 他的性情 总是那么的豁达 而开朗 偶尔起身 拉起一曲小提琴 又是那么的儒雅 从容 旋律婉转间 如同 道浪千层 清香四溢 仿若河下成凉 芬芳入梦 而今 元老 以头发花白 满脸沧桑 但他还常常 卷起裤脚说 一天不夏天 我就闷得化 一日不看到 我就放不下 水稻已融入我的血脉 它总让我心心念念 昏迁梦绕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元元氏 元元氏你好 欢迎元老 元元氏啊 今天是特别抽出了时间 赶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我可以说 这应该是今天全场 最大的一个惊喜 最大的一个惊喜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元老好不好 元老 元老啊 前段时间您过了90岁生日 那个时候啊 您信心满满说 未来呢 自己还有更多的目标要实现 那您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有两个目标 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超级 超级打架刀 高层 更高层 超高层 像1200公斤重置 像我们祖国70周年 国际的首线里 这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 这是海水道 我们富兰牵头 我们的目标 就是在八年之内 每年增产粮食 300亿公斤 所以再造了一个富兰生日 可以做养活一人工 做养活一人工 做得好 做得好 谢谢 那其实在现场有很多的 包括舞单队都是您的粉丝 给我们的青年朋友 能不能再来两句您的寄语 好不好 好 我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 好好休息 天天生生 我们的青年人工 感谢明月 感谢明月 照亮了夜空 感谢朝香 碰触的黎明 感谢春光 融化了明雪 感谢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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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了胜利 感谢你 我衷心谢谢你 这旋转不惜为蓝色的星球 感谢生活 感谢和平 感谢这一切 感谢这一切 一切这所有 感谢这美好的所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